大家的时间,让我们听听我们现在在英国留学的学姐学长怎么说 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学姐来自吉隆坡中华独钟 叫燕姨学姐 燕姨 Hello Hello燕姨 我学会拍影片吗 你可以拍影片吗 OK 我是2011年毕业 不是2011年开始在中华就读 然后16年毕业的文科生 然后当时我是高三 然后就通过在学校 PDB要在学校的讲座了解这个prince program 就是我是因为我是文科 所以自然我也会选business path 然后当时我会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因为他那边有写全报嘛那个价钱 然后看到了那些module那些东西听多东西都可以体验的而且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学习模式 所以我才会选呢 然后他这个我这个prince program是五个月啊就从二月到七月才结束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收获最多的就是印象不到的就是很多 我不一样来自不一样国家的朋友 因为underPDVL有印度啊 Indonesia的学生 然后泰国的学生 就是大家感觉好像一个大家庭的样子 然后就是我本身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啊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有compare就是马来西亚教育展啊 去马来西亚在各种教育展去走 然后有看到佩勒啊三位和其他大学的那些modular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有读segeral就是连艺术系 因为我是想要读fashion design的嘛 就是我想要读fashion design 可是我又要读misegeral 我的国语特别不低嘛 然后就那个入学门槛也是很难进了都来讲 因为我的国语很差嘛 然后我就我这样是我这样去申请的CCP 我是靠我中华的总平均去报考的 就是我拿因为他讲总平均超过多少分就可以报考 然后就是拿那个总平均报考 然后最后也是进到这个program 然后也成功获得我的大学的scholarship 大学的scholarship一共扣了三年 就是蛮大的一笔数目啊 然后我是想说 就是你成绩不需要非常非常的优秀 才可以选到你自己喜欢的 喜欢读的东西 或是喜欢大学 你可以通过这个course的话 你可以去 这样讲耶 去 去报考你想要读的科系啊 然后我是 觉得一点好的就是PDVL会帮你申请 就是在这个五个月期间啊 你们都会有那种university tour啊 就是带你们去参观大学啊 就是当中他会协助帮你们去申请 你们要进的大学哦 比如说你们高三嘛 你们高三 我那时候高三就是很迷茫 我就是不懂要去哪里读 然后我成绩也不好 然后我就 在这个五个月的时间里面给自己想哦 而且五个月时间里面 你有学到很多不一样东西 就是帮你去prepare 就是fill in你的gap year嘛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高三 毕业过后就是高三 毕业是11月多这样对吧 11月多 然后你的 如果你是去英国这种大学读的话啦 你一定是9月开课的 你9月开课在你 11月到9月这段时间 你是完全 如果你没有去学东西 你是完全没有在充实自己嘛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去fill in你的那个gap啊 嗯 然后 他就是有 帮你 帮你 你下流程 好像刚才 Mabel讲的哦 OK 然后他有提供咨询啊 然后 也会帮你申请 协助申请你的IELTS 就是考你的英文哦 然后 了解大学的 教学模式 就是他会教你很多那种 你大学需要 写那些论文 就是你教assignment 你 他会帮你prepare啊 就是 教你怎样去做 因为大学就是有一个 很北级的东西 就是 比如说你要找很多资料 你去写你的论文 然后有时一个不小心哦 你会 突然间被说是吵析 因为他们的system check到你讲 哦 你是从这本书 括出来 然后你没有做好你的reference 这样子 可是在这五个月的时间 它是会培训你啦 就是教到你好好 然后prepare你大学前哦 就是 就是呃我觉得 对我来讲是蛮好的啦 然后 因为我们是 不host family的嘛 然后你就可以学习聆听各种不同的slang哦 比如讲我的host family有些是来自爱尔兰的 然后或者是来自Scotland的 然后他们的口音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你可以学习去聆听 然后这五个月里面我们也是有很多课程啦 比如说pdbl也会带我们去呃玩啊 比如说大家好像刚才你看的那些video就是 那些运动会啊 Fortnite的那些东西啊 那些活动啊 就是很充实啊 然后平时上完课就是那种各种出去跑啊 跑去city center啊 这里玩那边玩的什么 这样所谓一种呃生活模式啊 当然我不是讲你们去那边是 就是那种呃讲讲 可以讲是那种work life balance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呃挺好的 然后呃期间那边CCP就是那个 city college premium的老师呢 也是呃会协助你完成你需要申请大学的那种portfolio 因为如果你是读艺术系的话 你需要一定需要portfolio嘛 然后呃pdbl也会帮帮你找 就是那种呃 移书系的那种课程啊 完全不需要去单纯的你就 你就去那边吧 去去那边呃学东西啊去 enjoy 这样子哦 嗯 然后这些就是我当时在五个月里面的那种呃 有跟朋友的host family出去野餐啊就是 所以就是很多活动啊就是拜日拜日你不会讲说一直在家不会哦 你也可以去参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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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五个Manchester这两个城市啊 它是一个小地方的 可是它就是环境是比较清静一点 就环境比较清静 然后比较多是学生跟当地的那些老人家那种 就是完全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environment 然后我选那个学校的原因是因为 我看中它的那个second year work placement 就是第二年有一半的时间 你是在外面的地方培训的 就是你需要自己去找一个地方 就是related to fashion designer 比如我是去婚纱店做工 就是也是有关于到这种fashion层面的东西 就是专业培训 或者你们的lecturer也会协助你 找到一些地方去让你工作 比如说我有朋友说 我朋友在杂志社里面工作 因为它是fashion communication 他就在那种media公司里面工作 然后我那个科系的话 还有一些艺术科系的话 因为他们学生比较少 然后你就会有更多一对一根 你的lecturer学习的机会 就没有一对一啊 有什么东西讨论 老师会直接 叫你就是面对面这样子一起讲 rather than in a group 然后而且也会提升到其他国家工作的机会 因为你有second year work placement 你可以找就是你可以找英国国内 你也可以找国外的公司去工作的 然后他那个是work placement 他们就是你学校学就是你前半年是在学校里面学东西 然后后半年就是在外面工作的 他的就是还是这样的大分数啊 然后他的我那一科是多数是在individual work 然后分组啊 那些在trend还有marketingbusiness那种才会有哦 就是那种trendsetting那种啊 trendpodcast那种哦 然后我们艺术系是有自己的campus的 就是包括戏剧啊 然后舞蹈啊 graphic design啊 photography还有music media那种 backstage那种 全部都是在一个arts and design的campus里面 就是在chester那边有很多不一样的department 有business school 然后有science psychology那种 全部是分开的 嗯 等一下 然后我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啊 然后这些就是我大学的一些照片 我campus的照片 然后还有我一些 呃 fashion design的那个studio里面的 工作室的一个小地方 就是呃 我们大三的话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 就是给你们做自己的东西 这样哦 然后大三的话就是都是independent work哦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才找老师这样子 呃 然后 就是他就是我现在已经是毕业了嘛 可是他还是会有那种carrier hub的那种平台 online的平台是就是你毕业过后你甚至还可以得到学校的support去找工作 这样子哦 然后呃 然后呃 你可以就是住宿那方面是你可以选择under uni的 properties 就比如说如果你的campus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啦 然后你可以住外边 可是那个地方呢是under uni的就是那个property是under uni的 就我第一年住的时候就是大概九个月两千两千六pound啦 两千两千六pound啦 如果你们要炒菜你们可以炒菜 如果你们要炒菜可以炒呃 我就是第一年我是两千六pound就是under uni的property 然后第二年我就我个朋友我自己搬出来住 然后那种是私人的landlord就是2.9k哦 2.9k pounds啊 然后第三年我就是通过agency去找也是一点屋子这样 可是有我们自己的房间 but like public area就是那种kitchen啊 那种common area是跟朋友share 然后那个就比较贵一点就是3.8k啦 就是这样子哦 就是住宿那方面啦 然后如果呃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去IG inbox我啦 就是我IG比较贵一点 你们可以去问我 比如说大学生活啊 或者是你们觉得呃 maybe旅游那方面 或者是想要避雷的东西 就是想要避免自己踩空的东西 然后你们可以找哦 或者是你们所要了解 在英国花费大概会花多少钱这样子 你们可以找 ok ok 谢谢渊怡 ok 有学生有任何疑问吗 想问渊怡 学姐 请问一下 等到你毕业了过后 你有选择留在英国继续发展吗 还是你回来了马来西亚 我是已经回来马来西亚 因为Covid的问题啦 而且我的contract已经完了 就是我的accommodation 就是住宿的contract已经完了 所以我就一定要回来哦 就是你可以选择 当然你可以选择在那边留啊 可是我会选择回来啊 因为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嘛 我就选择回到地 回到马来西亚 还是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我会在那边留下来咯 我会在那边留下来 毕竟我是选fashion design 我觉得那边的出路比较多一点 还有问题吗 OK 谢谢你 OK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谢谢燕姨学姐 OK 谢谢你